还有一哥们 再说一个就是八卦 还有一哥们 其实就是因为都是这样 这么好的朋友关系 然后就当场就应了 然后一出门 一出昆仑饭店 一般都在昆仑饭店 真是 一般都在昆仑饭店 你哥们也在来 对 一般都在昆仑饭店 穿一串 穿 挺好的 当面答应就行了 当什么 当面答应 当面答应就行了 那哥们背后给我打一电话 当面答应就行了 他也是演戏 就是一个秀 你知道吗 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说实话 爱情 伟大的爱情 没有 我真的接触了很多投资者 其实真正说资本 到这种程度的人 没有傻子 他都 有一个人专门跟我讲 说我们要考虑 就是他会考虑很多成本 最极致的就是 他要考虑 他所有东西都考虑成本 他们是商人 他们要考虑成本 爱情也要考虑成本 好像是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 小松跟我说的 高小松 高小松 我也必须告诉大家谁说的 他就说 他有认识一朋友是 就是他炮妞 他当炮妞的一定划一条界限 就每个妞 二百万 不能超过这钱 超过二百万 就算了 就结束 那就结束了 每一个 他只能有二百万的预算 你像他们说 现在中国电影 到底该怎么看 好像说外界都觉得一塌糊涂 于是又有那种种新闻 说你们这一波导演 在上海那个什么论坛上 还你还说你哭了一鼻子 我没哭 我只是这个 哽咽 不是鼻子堵 感冒了 反正就感觉 像是发出一些哀鸣 就是说 什么美国大片 有的都在聊 说好莱坞大片 是吧 进来了 中国电影 溃不成军 这些 你们怎么想 首先我是非常喜欢好莱坞大片 就是不就是大片 是喜欢美国电影 而且我也不反对 这些电影进到中国 我只是觉得 能不能在一条起跑 线上能给我们跟对手去抗争的 当然我知道 其实作为一个电影人 我们这几年是让国人失望的 坦率的说 就是我们没有去 去真正拿出 就我相信国中 国内观众是希望我们拿出泰坦尼克 拿出阿凡达 拿出等等这样片子 我相信是这样了 但是我们确实也在努力 确实在努力 但是我们有很多坦率的说 就叫难言之隐 就是他说一句话 对我有启发 让我觉得中国导演已经是人精了 我甚至现在武断的认为 中国人比美国人聪明 因为他说一个什么 一萌醒 他说美国电影可以把洛杉矶给炸了 美国电影 华盛顿炸了 可以把白宫烧了 白宫炸了不知道多少次 对 总统是一坏蛋 都没问题 我这一想就说 中国导演是在多么严格的题材限制之下 他还能拍出一些还能拍出一些片子